法医高大成 以多年参与侦办枪击案的经验 指出一般人举枪自尽时 不会站着 而柬埔寨三名台湾人遭枪杀命案 当地警方调查 是其中一人开枪打死另外两个人之后 再举枪自我了结 高大成提出了质疑 除了腿部的姿势诡异 高大成更指出 举枪自尽的人 头部一定是顺着开枪的方向倒下 但照片中 死者的头部方向和开枪的方向 是相反的 最让人起疑的是枪支掉落的位置 和死者至少有一只手臂那么远 而且还远离手掌 高大成强调 举枪自尽前 情绪一定相当紧绷 自然不可能把手松开 高大成还指出 如果能调查死者虎口是否有火药反应 并做弹道比对 马上就能离心一点 但柬埔寨警方没有做这类调查 自我了结的说法 难以令人信服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 江春风台中报道 嗨 我是盈彤 记得订阅华氏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哦 站起来